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個伊甸騎士團奇蹟悲骨的淨天之鎚 然後跟遺忘之欲 這個過關的影片我會放在最後面 反正就是繞一繞走一走 不過呢還稍微有一些小複雜 所以說不會像之前那樣子這麼無趣 好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目前進度已經到24-60了 然後呢我現在等級也突破到246級 怎麼樣升等級呢 那這個升等級呢其實基本上每一款遊戲都差不多 不論是放肆武林啊 然後還是這個劍益遠征又或是這個伊甸騎士團 都是一樣 等你突破到這個等級上限之後呢 就是在水晶這邊升級 然後這個他也是一樣嘛 他會有10階 前10階你要用的是這個金幣跟這個經驗 然後呢第10階要花這個粉塵 好像每一款遊戲的這個慣例都是這樣 然後就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 那這個等級的這個上限呢應該也是一樣 就是跟你擁有的這個神話的角色吧 這樣子就是你突破到這個神話的角色 越多等級上限就會越高 加5級加5級 其實放肆英雄 跟Eureka也是一樣 好那我現在目前就是246級 然後再幾次改版這樣推一推之後發現 我覺得上個拿破崙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奧丁啊效果還是不錯的齁 因為拿破崙呢可以給前隊上級速齁 那這個爆發力蠻強的 那另外呢我讓光弓給這一個 鑽30喔我覺得是還蠻實用的 但是哇這一關的話我不知道要不要刷很久 要賭這個爆擊啊 因為呢這一關的話對面有這一個就是 風元素石喔 他會把全隊連起來然後傷害會平均 所以你沒有辦法那麼順利的把人家秒掉 但沒關係齁我們可以我們可以多試幾下 只要連續拼幾個爆擊就好 因為這個光弓雖然說有被這個 這個攻擊力是減少但是他是打群體的 所以有的時候啊這個光弓突然 突然來兩下這個這個全體攻擊喔 刷刷兩下齁那個全體攻擊的傷害 就可以把對方直接給秒掉喔 所以我們要我們要多試幾次 看可不可以光弓連續開兩次大招齁 或者兩次或是三次 配合上藍丁格爾的這個這個大招齁這樣子 把能量給這個光弓 讓光弓連續發射幾發 雖然說他們是全隊平均分炭這個傷害 但是只要傷害量一下子夠大的話還是有機會喔 誒說著說著怎麼還是過不了咧 呃試一下 誒要換個隊伍啊 我的光弓不能死掉啊 換這邊 這裡 西羅尼行不行 啊西羅尼也不行喔 那就還是用奧丁喔 奧丁加速 加速 來 只要讓我阿卡蘭塔連續開 開兩次大 誒開兩次大了 刷刷兩次大 夠不夠 啊不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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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能要 可能要再刷一下 一下 哎呀糟糕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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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不行 好 這樣就過了嘛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過關的紀錄喔 好不要跳掉齁 來 戰鬥回放齁 阿卡蘭塔天下無體啊 好就這樣子 我們慢一點好了慢一點好 戰鬥回放 來 欸 加速 死掉沒關係 霍姆海恩 霍姆海恩 開打給能量 死掉沒關係 連續再開個大招 你平均分擔傷態 也沒有用齁 光弓是打全體的 再開 大招 再來 一劍一劍的射 哎呀 這樣子齁 五殺齁 這個就是 呃 光弓齁 他的一般的這個搭配 齁 其實很多角色都可以搭配啦 海色衛的話 開場直接加速嘛 然後 拿破崙的話 把人家撞到後面去 然後本身也有加級速 那這個 這個 羅腕 呵呵呵 直接敲到羅腕 他就是什麼功能都有嘛對不對 可以扛 然後呢 這個開大招可以暈人 然後可以給能量齁 快速開大 所以怎麼樣都好配喔 那剛剛那一關比較難一點 現在的話應該又恢復正常齁 恢復正常的話呢 我們就 呃 怎麼擺咧 拿破崙我記得好像要擺在前面 因為我還沒有給他賺30 再來的關卡應該是簡單多啦 因為剛剛那個是 怎麼講呢 最後一關 所以說 這個敵人比較難一點 再來我覺得應該又可以 勝勝的推好多關齁 你看這個 西羅尼有沒有 這個光盾 他現在 他現在有那個免死齁 因為他那個受傷 只要到這個20%的時候呢 他的血量20%的時候 他就會進入3秒鐘的這個減傷齁 所以呢 我覺得原本光盾在新手就很好用的話 現在就應該更好用了 不過呢 以目前來說呢 這個遊戲一開始就有光弓 然後又有這個奧丁的話呢 我覺得 我覺得目前來講 如果說玩這個遊戲 我還是覺得 無腦鏈 無腦鏈光光 還是最好入手的 我們先度過前中期再說 你看 這樣多順 那你這樣培養角色的話 其實也還蠻確定的 就是這個聖耀帝國 要用的這個肥料比較多一點 好 25-4 4的倍數關卡比較難一點 我也是OK啦 你看 那個大招劍雨 一直下 一直下 雨一直下 好 要不是 對面都是有一些是這種什麼 狂閃啊 狂免疫的角色 不然早就被秒掉了 有沒有 好 專山時開場的第一劍 必定會觸發 火焰跟這個雷劍 那這個雷劍的話呢 就是會暈眩 所以說阿塔蘭塔第一劍 就會讓這個後台暈眩 然後把這個開場給穩住這樣子 然後更不用做這個大招了 直接射半場 半場 這個後面的這個敵人 然後傷害非常的大 而且再加上這個 那個 霍恩海姆 這個開大招給能量 以及這個 南丁格爾的跟隨給能量 那讓他連續發幾次大招呢 其實後台的角色 大概都扛不大住 這一隊也是很奇怪 前面兩個這個西羅尼 不過這些是這個 守軍喔 我不怕 怎麼講呢 反正這個推圖 比較不怕這個防守型的角色 怕都是怕那種 會把人家直接這個秒掉的這個角色 好 所以這個是推圖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來看一下說 他之前開了這個新的機制喔 也就是這一個 呃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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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古一技喔 每一隻boss呢 有每一隻boss不一樣的這個打法 然後呢 打的越後面呢 他會掉的木紋的那一個 階級會越高 那 但是呢 他 你一直往上打 他會卡你的戰力喔 所以說 我有大概好幾天沒有推的這樣子 那我們就一隻一隻boss來打吧 那這個boss呢 他就會告訴你說這個攻略 那確實用這些攻略的角色會比較好打 譬如說這個真劑子 他免疫近戰傷害 其實很多角色都免疫近戰傷害喔 不知道是不是專門要為了克制 你用光弓啊 還是一些近戰強的角色 所以說呢 像光弓這樣的角色就完全沒有用了 因為這個近戰傷害是完全免疫嘛 好 然後呢 這個他會說這個 像森林族裔的傷害提高 帝國聯盟的傷害降低 然後用免疫近戰傷害 所以我們要上的角色就是 跟法師有關喔 那他剛剛推薦的是 怎麼講呢 他剛剛推薦的是什麼 這個森林族裔 然後帝國傷害降低 那他推薦的角色是 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是海瑟威 然後是補師 然後以及這個蜂元素石喔 好 那我們就照著上吧 這一次我是上上是為什麼 好像是因為說 因為他是法師嘛 然後 為什麼上這隻角色啊 忘記了 好 上海瑟威 這個樣子 阿你會跟誰 你是跟海瑟威喔 好隨便隨便隨便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傷害不錯 但是他會補血 他血少的時候他會補回來 所以海瑟威對他造成的傷害很強喔 海瑟威是魔法傷害嗎 好 就這個樣子喔 這樣就過關了 好 所以說就是真劑子的這個攻略 好 我們就這樣打 那為什麼上南丁格爾呢 因為南丁格爾就是 就是強化嘛 對不對 這樣感覺上海瑟威應該是 蠻適合打這隻真劑子的 有沒有 開個大招 他的血量就減很多 但是這個不能使用這一個 這個 就是那個 那個女法 那個 幽暗的那個女法 因為他那個傷害太慢了 他這個必須要 要用海瑟威的這個大招 反而把對方秒掉 不然他的血會一直回回來喔 好 所以這是真劑子的攻略喔 我上的角色是 塞爾凱特 因為他也是可以增加全隊的這個攻擊力嘛 然後他也是法師的傷害 然後上潘喔 為什麼上潘 忘記了 潘這個角色可能可以換你 好 戰力不足喔 所以說這個隊伍還不錯 好 我們再看瑪莉亞 瑪莉亞的話呢 是免疫魔法傷害 所以我們要用這個攻擊型的角色 然後又是幽冥軍團傷害提高 然後獸人部落傷害降低 那免疫魔法傷害的話呢 我覺得 我們的光光就可以用了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幽冥傷害增加 幽冥的話 像這個什麼 這一個 這個叫什麼 尤里希斯嗎 還有這個 這兩隻都是屬於這個 幽冥的這個 物理攻擊的角色 所以我們看看行不行喔 好像還不錯喔 你看 怕近戰傷害這個時候 我們的光光就無敵啦 什麼幽冥傷害增加不需要 光光大無敵 你開什麼護盾都沒有用啦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傷害的結算 有沒有 光光大無敵 這個就卡戰力了 沒辦法 也就是說這個瑪莉亞 不怕不怕 可惜他不能掃蕩喔 所以說這個木紋的這個數量 感覺上是有限制的 因為那個 你打完就沒了 好 然後再來是阿卡莉 免疫遠程傷害 那光光應該不行了吧 然後又是帝國傷害增加 所以是跟法師有關嘛 那既然免疫遠程的話呢 那我們就上 還是一樣 他是法師嘛 然後呢 剛剛這個潘也是一樣 潘也是法師嘛 不過他是算補師啦 然後 森林的下降 然後 看一下喔 森林下降 帝國上升 帝國上升的話 可能是上這個是光法吧 可是光法我沒有練喔 女僕也上好了 好這樣子 好 好像全部都跟法師有關係的 欸 欸 欸 不對耶 欸 欸 欸 怎麼打不痛 算了算了 我們來看一下攻略好了 免疫遠程傷害 法術算遠程喔 所以這個是近戰的喔 哎呀 尤里巫斯我沒有練耶 欸 遠程 遠程傷害免疫 那我之前怎麼打 等一下喔 尤里巫斯 不對啊 這是 這個是那個 什麼霍爾海魔 嗯 怎麼辦呢 是上近戰的角色是不是 那我風魔忍者可以上嗎 嗯 光光試試看好了 這一隻勒 喔 阿克流斯 啊 光光試一下 嗯 好像有造成一點傷害 不過這是誰打的 應該 應該不是光光打的 喔 光光打 打他完全不痛 所以 好 這個 尤里巫斯 近戰的 阿你總是近戰了吧 對不對 雖然慢了一點 還是有點傷害 歐里巫斯啊 不是尤里巫斯啊 歐里巫斯就是越憤怒越強嘛 對不對 一直開大 越痛他的空氣力越高 阿克流斯的話 也可以算近戰嘛 對不對 然後 拿破呢也是衝到前進去啊 好 慢了一點 不過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他的建議是使用 剛剛那個什麼 什麼尤里巫斯 是不是 那一隻劍聖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不是很推薦 不是很推薦練喔 所以我自己也沒有練那隻角色 阿歐里巫斯的話 就是 畢竟 幽暗的這個 這個軍團嘛 你還是可以練一下喔 因為他那個是 怎麼講呢 血少功高 然後不斷補血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這一個是 呃 獸人傷害提高 免疫物理傷害 所以物理的話都沒輒了 然後 這個是 獸人部落提高 所以一定是這個嘛 賽爾凱特 還有這個潘喔 好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賽爾凱特跟潘 好 然後再來就上一些法師的角色囉 呃 潘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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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然後 我們上一個這個 這個也是萬人的角色嘛 然後也是上一個這一個 這個 南丁格爾到時候跟隨哪一個法師 好 法師的話呢 我們就上這一個 赫卡拉 對不對 你是法術嘛 好 就這樣子 南丁格爾 南丁格爾 就一直給賽爾凱特拍大吧 噢 噢 咻咻咻咻咻咻咻 是慢了一點啦 因為 因為我那個賽爾凱特 我還沒有練起來 但是 還OK嘛 對不對 OK 要幹掉了 慢慢來啊 這樣也是蠻穩的啊 這個 我們有兩個補師嘛 一個是霍恩海姆 一個是潘嘛 噢 賽爾凱特 這個 賽爾凱特也改掉了 原先是那個 劍遠征的那個女王 薩菲亞嘛 然後是開大招式的那個 那個 那個火焰彈 好 全部都卡戰力了 是19 19就卡戰力了 好 所以這是上古遺跡 每一隻BOSS的這個 對應的方式 希望說對大家會有些幫助 然後影片的後面呢 會再附上這個 奇蹟悲骨的 噢 晉天之鎚跟一望之欲 的這個 怎麼講呢 就是加速版 大家這樣子 快速的這樣看過就可以了 好啦 那咦 這邊又開了一個新的是不是 隕星三國 沒關係啦 這個之後再解啊 這個慢慢來啦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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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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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